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个阶段又叫MCI 它往表现胜任的工作出现了不胜任的早期表现 就是基本生活是能自理的 但是最擅长的工作出现了损害 那么第二阶段就是轻度的RZM病痴呆 它不仅仅是不能胜任 已经出现了生活自理的轻度损害 到了中度呢 这种损害就很可能给家人带来困扰 必须要专业招呼参与 而中度判断就是基本上要靠人照顾 大一遍失禁 不知道穿衣 进食甚至需要辅助的这些情况 就是中度持在阶段 我们更需要强调 就是在这四个阶段之前 更早期就是主观或者叫轻微人质损害的 阶段怎么去识别的问题 这部分人群它有什么特征 还是在研究之中 但是如果能够把最早期阶段 通过各种先进的方法找出来 这类患者就能够有更大的获益 握点击